当看到黄磊被刘一军打了他一巴掌后 依然忍着疼痛强作笑言 我才真正明白什么是踩低捧高 什么是看人下踩点 在某档综艺节目中 众多娱乐圈新人前来做客 黄磊与何炯作为东道主 一位热情洋溢 一位却态度冷淡 众所周知黄磊素有荒小处之称 每当有娱乐圈的大咖来做客 他总是热情的展示厨艺盛情款待 然而这次来访的却是一位刚刚出道的小鲜肉 黄磊的热情瞬间消失殆尽 甚至开始了隐晦的抱怨 人多就是好 但人多吃饭就不好了 最好就人多干完活就撤了 我专心地把一个火锅做好 晚上你们玩游戏 今天我就早一点睡 黄磊的一言一行 无不透露出对新人的不屑与冷漠 他总是保持着一副居高临下的态度 言语间充满讥讽 眼神也不带一丝热情 小仙众们也不知所言 然而到了吃晚饭的时候 黄磊的态度不仅没有任何缓和 反而愈发明显 忽然语出惊人 说了一些让在座所有人都感到尴尬的话 说真心话 你们这一大堆人来 我呢没啥感觉 因为我跟你面不熟 我没必要跟不熟的人非得瞎扯 所以你们进来跟我打招呼 我也没用热情 那想这么些人来做饭 我就累死我了 累死我老人家 以老卖老 镇压年轻人 这句话一出 现场的氛围瞬间变得异常尴尬 大家面面相觑 不知道如何接话 然而黄磊的离谱行为并不止于此 一次 郭继琳做客节目 黄磊的表现更是让人瞠目结舌 节目中的气氛愈发紧张 年轻人的活力和创意 在这种备份压制中 显得无处施展 你爸比我小点 你爸是七四的是吧 七三的 七三 比我小两岁 这是两人的首次见面 熟悉这档节目的朋友都知道 按年龄论资排辈 是黄磊的一贯作风 因此 他特意拿郭的刚作文章 明显是在彰显自己的身份地位 这样的言辞 不仅是一种自我标榜 也是在提醒在场的每一个人 他在这个圈子里的资历 郭其林立刻感受到了那份潜在的压力 礼貌地称呼黄伟为 黄大爷 一声大爷直接让黄伟的脸色大变 郭其林健壮 意识到自己可能触及了黄伟的底线 赶紧找不到 我以前录节目 我老拽了 看谁都大爷输了 后来有人不乐意听 叫他这个好 叫他大爷 既想以大背压人 又不想让别人喊老 黄伟这波双标实在是玩得精致 虽然郭其林的机制应对 让黄伟的脸色稍微好转 但黄伟内心的那份不快并没有消散 今天身体怎么样 我脖子不上脸 远处你看那个蓝色的挂着 那个蓝色的脸 蓝色扛几个蓝色回来 好家伙 尽管郭其林心里极不情愿 但为了顾忌对方的面子 还是勉强招办 跑去忙活 但他一身狼狈地干完活回来时 黄伟又开始了那种阴阳怪气的调侃 越能吃火 越能吃火 这无疑是在暗讽郭其林偷肩耍花 娇气作秀 不肯干活 根本无法与月云鹏相比 黄伟的这种比较 显然是在将郭其林推向风口浪尖 面对这种局面 郭其林决定不再忍让 毫不客气地开始反击 黄老师拿话点我了 已经想到那一层去了 拿话点我 反应快 我真没那意思 我心脏 我心脏 这样的回应不仅保护了自己 也巧妙地引导黄伟主动站出来 为他消除愚蛮的隐患 但你要是这么理解的话 我觉得你比他能吃火 是吧 面对郭其林的机智反击 他心中难免有些震惊和不甘 然而 当师哥刘义军来到节目时 黄伟的气势顿时消失得无影无踪 他再也没有之前高高在上的姿态 全程保持着低姿态 笑脸相迎 不仅主动为师哥开门 还对着师哥频频赞美 一副千功的模样 完全没有一点架子 在两人一起去海调的时候 刘义军调上了一条又一条 而黄伟却只掉到一个空虚 脸上满是羡慕和尴尬的笑容 虽然心里有些不甘 但黄伟还是乖乖地给刘义军打下手 整理战利品 当黄伟开始感到困倦时 刘义军却硬气呵成的体肝 甩肝 继续展现出色的钓鱼记忆 就这突如其来的暴击 隔着屏幕都觉得疼 为黄伟感到心疼一秒钟 他不得不强忍疼痛 紧拟嘴唇微笑 毕竟人家是资历深厚的大咖 如果换成刚出道的小鲜肉 黄伟会如此宽容吗 显然 不一定会那么好脾气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